上次的波波肠,有粉丝说很好吃,加点黑胡椒会更好 于是我把这个配方,连夜做出来跟大家分享 小朋友不喜欢吃肥肉,就选二肥八竖的猪后腿肉 放进料理机,加屏幕上的这些配料 量一定要称好,不能停感觉放,做出来味道才正宗 把它们搅成泥,放碗中备用 另外,用面粉,淀粉和葱姜水调一个面糊 分三次到肉肉馅中,再用同一个方向搅拌上镜 这一步是波波肠Q弹的关键 你可以边烧到边搅拌,总之一定要上镜 再腌制半小时 这个时候可以清洗长衣,套水龙头出息养肥 再用清水和白酒泡一套,准备换肠器 先酸满肉馅再套肠衣,换肠的时候不要乱太满 气氛满就可以了,不然蒸起来容易爆肠 在分肠之内的小球,有空气的地方扎口排气 上蒸锅,小火蒸40分钟,适合剪成小球 换肠品波波肠就做好了,QQ弹弹,可以放冷冻保存 吃的时候提前散动,再放空气炸锅180度烤15分钟 脆皮油爆肢的黑胡椒味波波肠就做好了 自己做个干净卫生,我家两个孩子都说好吃